Hello 今天跟大家講一下那些大馬的新聞 很久沒有跟馬來西亞的朋友多些交流 那 剛才呢 大馬的首相馬哈蒂爾 他就說了一番話 他就說馬來西亞的經濟 很快會被越南超越拋離 那他說原因是什麼呢? 他說原因是因為馬來西亞人比較懶 那這番話背後有兩個前提 第一 大馬的經濟增長率是低於越南 而這個發展的情況下 越南將會在經濟上 拋離馬來西亞 第二 而拋離的原因 經濟增長比越南慢的原因 其實是跟馬來西亞懶有關係的 其實馬來西亞是一個比較特別的國家 它天然之源是得天獨厚的 它有很豐富的臨業 制堂業過去是稱霸全球的 還有棕櫚等等 更重要是有石油 所以其實它的經濟主要是依賴著這些 傳統的天然資源去發展而來 越南相對天然資源比較少 國家比較少 當然它也有豐富的樹林 但是最近這十年 它的經濟增長主要來自哪裡呢 來自加工業 進出口業 簡單來說就是20年前 所謂世界工廠在中國 現在就轉移了一部分去越南 而越南過去的十年 他們的人工是高了200% 增長了200% 這個很厲害 香港過去的十年 人工增長了一千幾百 他們已經增長了200% 但是看回數目 原來呢 馬來西亞今年 2018年的GDP growth 並不慢 西銀的預測 現在去到第四季 都是predict 都不知道數目 大概這樣 是5.4%的經濟增長率 越南是6.8% 其實這兩條數呢 就是5、6這條數呢 是發展中國家的上數 就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數字 簡單來說就是 越南是偏高 而大馬就是發展中國家裡面 就是中下的一條數 但是 大馬剛才說過 它有一些豐富的天然資源 所以它的人均GDP 在東南亞國家來說並不低 它就有9800美元 就是接近1萬美元 簡單來說 中等收入國家 中間 中下 或者是可以這麼說 你說來一些富庶國家 歐美那些數萬美元 就算是香港四萬多美元 澳門、新加坡那些 五、六萬或以上 深圳在2017年 是2萬5千美元 今年應該是2萬7千的 我估計 那麼 韓國是2萬4千、5千左右 台灣是2萬4千 那麼 接近1萬是 不算高 但是也不是非常低 但是與此同時 越南 原來只有2,600美元左右 你計算今年 當它Glover Gulf 2,700美元 就好了 所以 這個數字 是相當低的 越南 越南人工也是低的 所以它才能夠搶到 世界工廠一部分的工作 去到那裡而已 就因為 原來越南現在請的工人 一千多人民幣 接近二千 我當作總成本 二千多人民幣 基本上請到工廠工人 比起中國要4千、5千元 還要五欠一金 那些什麼 其實三分一的價錢 就已經請到 所以它 將大部分 很多 諸三角的工作 吸引了它去越南 當然還有柬埔寨 這些 那麼 背後這條數是反映了什麼呢? 其實就是九十年代 有很多學者 嘗試去解釋 亞洲四小龍 為什麼能夠有經濟奇跡 其中 很多學者 包括香港大學以前的副校長 黃少倫教授這些人 那麼 他們想了一個 理論出來 就叫做儒家 商業倫理精神 因為儒家是一個很重視現世生活的 是一個社群 他們跟這個 伊斯蘭教 那些 或者是 這些 基督教 基督教很多的教派 都是比較重視來生的 是不同的 他們是重視現世生活的 所以他們 就不是把錢奉獻去十一教會 或者大部分是宗教的活動 經常花點時間來擺神 他們不是這麼做 他們大部分是 未知生焉之死 未能是人 焉能是鬼 所以 改善現世生活 為他們人生最大的目標 如此同事 中國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他們會將財產累積給子女 所以有資本累積 有家族的企業 這些精神也導致他們勤力 因為他們就要把他們的努力 供養父母 又要養育子女 栽培子女 所以他們的壓力很大 壓力越大 動力又越大 90年代 嘗試用這套框架來解釋亞洲四小六 所以馬來西亞 當然是很多華人 但是最精英的一批 都是1968年的時候 都去了新加坡 獨立了 所以 馬來西亞當地的華人 也在政策上 不能夠有一個主導的地位 始終都是大馬馬拉人為主 再加一些印度人 印尼人 在這種情況下 華人是相對比邊緣化的 所以他就不能夠主導到一個 亞洲經濟奇跡 不能夠得益於儒家宗教精神 越南是比較儒家化的 從來都是 千多年來都比較儒家化 他們應該比較容易吸收到這些儒家宗教精神 簡單來說就是比較勤力一點 比較重視現世生活 這些情況下 越南是比較有好處的 不過過去幾十年 因為他走一個徹底的共產主義 直到近這幾十年 二十年改革開放才有明顯的進境 但是用這套理論解釋 我認為是不夠 不合理的 當然李光耀也有一些合理的解釋 李光耀他就說 太熱了 新加坡、馬來西亞 比起越南應該更熱 那麼熱的地區的人就要休息 你不休息是中暑的 所以你發覺亞熱帶 或者南美洲天氣很熱的 非洲、赤道那些 經濟是會落後一點 這是一個合理的原因 那麼新加坡的經濟奇跡 李光耀就認為跟冷氣的繁榮有關 他們在日本引進了一大批冷氣 改善到他們的生活 那麼他們就勤力很多 那麼這個當然是 我相信有一些關係 但是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我最近再三月讀了這本書 這本書就是國學年傳 國學年章一生的傳奇寫了出來 當然我相信是 就是 未必完全是真實的 但是也有很多東西是值得參考的 那麼我就看了一些東西出來 就是國學年他們做生意的經歷 全部都是這樣的 反映到大馬的政府 第一就是很貪腐 其實整個東南亞都有這個現象 第二 還有一件事情是比較少人留意的 就是他們呢 是採用一個比較保守的經濟政策 是什麼意思呢? 他們永遠就要馬外合資 就是印尼和他做生意 那也要大馬佔一大份 那就算了 日本和你做生意 又是大馬佔一大份 就是日本只能佔一小份 英國佬只能夠佔一小份 他們一種極端的保護主義 就導致一個很嚴重的現象了 就是由於對方只是佔一小份 所以呢 他和你合作 他只能夠在合約期間裡面 拿到他自己最大的利益 那怎麼拿到最大的利益呢? 通常當然又要貪污 又要腐敗 又要 顧短暫的利益 就很少了 有長遠的投資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對方的技術 現在不會引進進來 所以搞來搞去 都是剛才說的那些 傳統的 林業 木畜木業 唐業 石油 天然資源 這些周邊的行業 而沒有一個創新的科技技術 是能夠帶進大馬 就是說在大馬 現在還在說這些行業 幾十年和幾十年後 分別都不大 當然還有轉口業的 但是 沒有一個本土的 具競爭力的行業 其實印尼也是如是的 鋼琴業 印尼現在是全世界生產鋼琴最多的三大國家 中國 印尼、日本 德國已經是色味了 色味到不得了 只剩下十幾間琴廠 三百間 只剩下十幾間 那麼印尼為什麼琴這麼發達呢? 因為它有很漂亮的雲竄木 做琴基本上是用Evergreen 長青的 而其中雲竄木是比較適合的 印尼政府就想到很聰明了 沒理由讓你把雲竄木劃去日本 去歐洲做琴的 是不是? 你來當地開廠 結果Yamaha Kawa Samrich 這些 還有少量德國廠 都搬到印尼做 但問題是它在這裡做了學 它裡面的核心技術 是不會帶進來你做的 為什麼呢? 你也是要跟它 受到很多政府的阻滯 制肘 它不會將它的核心技術帶進來 在這種情況下 你搞來搞去都是做一些裝陷 代工 你又不能夠真正發展到你自己的產業出來 馬來西亞也是 你是不能夠真正開放市場給外資 全面在裡面投資 它用來用去都是拿你的資源去搬走 它不會是一個長久的投資 不會將最好的技術帶進來 如果你全開放了 就是用自由開放的政策 其實對方帶了很多技術進來 它又必然會請你的人 你不能夠全部從外國帶進來 百分之一百 從外國帶進來 那又做什麼呢? 成本很高的 那麼 它帶了最好的技術進來 它一定要依賴你的人 依賴你的人的時候 你在裡面打工 你就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學到很多東西 十年八年後你出來自己創業 又可以雨後春筍 將這個行業變成很多競爭 從而提升你自己國內自身的水平 所以呢 大馬也好 印尼也好 這些東南亞國家也好 過分的保護主義 必然是會導致到 他們的經濟是不能夠持續上升的主要原因 當然有些人就說拉美 不就過分開放 不就倒台了 第一就是物極必反 他們的關鍵就是拉美 在沒有一個法治完整的底下 你開放了 結果就貪污了 誰有錢來就拿走了 結果巴塞的水都被美國公司壟斷了 這是第一 法治不完善 第二就是貪污腐敗 導致這個問題 不過這個題外話 順便一說 就是有很多人之前留言都說 批評民主 立即舉些什麼台灣啊 菲律賓啊 馬來西亞 你看看 民主搞得這麼亂 又貪污又腐敗 亂了這麼多年 那些人說的事情是荒謬的 首先你說台灣現在很亂 台灣現在很差 那你跟誰比較呢 你要跟同等的亞洲國家比較 跟朝鮮比較 是不是 你說 朝鮮好 讓你願意選擇 你住在朝鮮還是台灣 OK 如果又給你比較 那你願意住在今天的台灣 還是70年代 波爾布特統治時期 尺檢 柬埔寨呢 或者 馬可斯統治時期的菲律賓呢 今天 菲律賓很混亂 貪污腐敗 今天 杜特爾特 或者亞基諾三世 比起馬可斯的年代 哪一處腐敗一點 哪一處恐怖一點的統治呢 就是 印尼的蘇哈圖的年代 以及今天的台灣又如何相提並論呢 所以你比較 你要這樣比較 是不是 就是台灣 你就要跟亞洲一些相似的經濟體 的人口結構差不多的比較 你就願意住在哪裡呢 所以民主不是用來解決問題的 民主是用來防止問題的出現 所以它不會帶來好的社會發展 但是它會防止剛剛出現這些人 如果你是一些不是民主的地區或者國家生活 有延民的姓軍 你就好 但是問題是 你怎麼能夠保證下一代是延民的姓軍 所以古代 中國幾千年來的盛世 都沒有超過數十年的 都是五六十年玩完的 那些盛世 就算你說康翁乾 是比較長一點 都是七八十年而已 乾隆到中葉就開始腐敗了 但是這個回到題外話講完 就回到大馬 大馬一個地方叫沙巴 當年被沙巴人自己選擇 因為他們的地理位置又在東馬 以及菲律賓的中間 那些人可以選擇 到底你是跟著菲律賓 還是跟著大馬 當然是跟著大馬 就是說 馬來西亞的民主是不好的 雖然過去幾十年都是無統 用一個威權的貪污方式去管治 但是也比起馬可思年代的菲律賓極端獨裁 極端獨裁 軍政府獨裁 都是合理很多嘛 比起蘇哈圖合理很多嘛 所以 就是 民主 當然 就是 你用東南亞作為失敗例子 那你就必須要同時間 比較是一些威權的 威權的 差不多大小的 大部分 威權的 都是水深火熱的 那你要這樣去比較才合理 不過說回這個經濟問題 就是大馬 用剛剛的predict 條數 大馬跟越南的發展 的確越南 是會後來居常的 但是問題是 如果大馬 就是現在換了新政府 就是希望能夠注重多些產業的技術 吸引多些外商的投資 發展自己創新的行業 不要只做傳統的林業木業 貓山王那些 不要只做這些 就是轉口業 那麼 發展本土的技術 才能夠有真正的出路 那麼 越南 也如是 一直做代工 它的確會累積到一些 但是 長遠都要 現在進入到AI的時代 大數據的時代 必須要向這方面 去走 但是 就是 看一看剛才越南的人工 越南未必太適合生活 衛生 治安 但是大馬的衛生治安 都是相對較好的 更重要的是醫療比較好 那麼就是 很多人都是用五六千 七八千 就是人民幣計 所以如果我們香港人 在香港有租收 或者在香港有其他的收入 就是當你兩萬多元好沒有 三萬元兩三萬元 就是人民幣或者港幣計 三萬元 你去大馬 或者去台灣 這些東南亞國家生活 社區生活 其實就相當之適合 退休的 所以這個也是我之前 積極考慮的地方之一 有機會再跟大家講多一點 今天講到這裡